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幸福人生。 还有什么办法呢?这是女儿去世前,要求她们的,她们咬牙也得同意。 亚兰带着笑笑买菜回来,笑笑在她旁边不远处玩,她开始做饭,老伴赵启虽然这个年纪了,可带的是初三的班主任,教学任务很重,而她又特别负责任,每天在老师们当中,去得最早,回来得最晚。 虽然赵启上班很忙很累,可是回家后,就会帮着带孩子玩,让亚兰轻松一点,但是亚兰又心疼她太累,两人互相体谅,反而觉得生活有了盼头。 一天,亚兰想着赵启太累了,一定要好好补补,就给她炖了一锅牛肉汤,放了一些白萝卜,好吃又营养。 再做了两个素菜,三个人的晚饭就做好了,老赵回来就可以开饭了。 饭后,赵启抱着笑笑,陪她看绘本,讲故事,亚兰迅速地收拾了厨房,又洗了衣服。 正在这时候,女婿李文元带着外孙浩浩来了。 亚兰抱着浩浩说,浩浩来了,吃饭了吗? 妹妹在看书,你也去吧。 赵启放下孩子,也出来了,毕竟都快晚上九点了,李文元来得有点蹊跷。 浩浩已经去找笑笑了,两个孩子在一起玩,李文元不好意思地说,爸妈,我这次来,是有个事想和你们商量。 也是求你们帮忙。 赵启仲眉看着她说,你先说是什么事吧,毕竟我们这个岁数,也帮不了你多少。 李文元笑着说,爸妈,是这样的,我又找了个女朋友,打算结婚了,可是浩浩没人带。 你们也知道,我爸是老年痴呆,我妈要照顾我爸。 而我女朋友才二十七岁,不想结婚就当后妈,我也实在是没办法。 亚兰震惊地看着李文元,她实在没想到还有人这么冷血,为了再婚,自己的孩子都可以不要。 而求助的还是自己的前月父母,这事情是怎么好意思提出来的。 这对多厚的脸皮呀,对做了一辈子老实的她,她完全接受不了。 赵启更是有点生气地说,李文元,笑笑我们待了三年,每个周末,假期,浩浩也是我们在待,如今我们都快六十岁的人了,你觉得你这么做合适吗? 李文元看他们的样子,知道他们生气了,可是他的女朋友惠惠不同意,天天闹矛盾,而他也怕结婚后,因为不乐意。 惠惠对儿子不好,让儿子受委屈。 其实,李文元心里也明白,这样对岳父母不公平,可是他还能怎么办呢? 他今年也才三十二岁,不可能不结婚,又有哪个女人,能真心对待妓子呢? 他有点羞愧地说,爸妈,求你们看在安安的份上,帮我照顾一下浩浩吧,他已经六岁了,很乖,自己可以洗澡,穿衣,不会累着你们的。 赵启都想扇他一巴掌,难道孩子就那么好养吗? 那他自己的两个孩子,自己怎么不养? 这么小的孩子已经没有了妈妈,更需要爸爸的陪伴,可是如今,他们的爸爸为了再婚,轻易地舍弃了他们。 赵启气得还没说话,浩浩跑了过来,抱着赵启说,外公,我要和你们在一起,我可以帮着带妹妹,惠惠阿姨不喜欢我,骂我是脱油瓶,还说妹妹不祥,跟我们在一起会倒霉。 亚兰听着浩浩的话,眼泪都出来了,他们兄妹是女儿安安的孩子,怎么就成不祥的了,他们才是几岁的孩子,怎么能这么说呢? 李文元没想到儿子会这么说,很尴尬,可是惠惠家境好,学历高,又是大美女,她真的很喜欢。 能追到她,已经很不容易了,惠惠不想她带着浩浩,她还有什么办法?她今后就是经常来看看浩浩,都不知道行不行呢。 亚兰看着浩浩,孩子眼里充满了渴求,这对一个才六岁的孩子,是多么的残忍,如果他们拒绝了,这一幕孩子可能要记一辈子吧。 亚兰看了老伴一眼,她知道以老伴的性格,是拒绝不了孩子的,而他们也不能拒绝,对他们来说,在这个世界上,最亲的人就是浩浩和笑笑了。 不过,孩子他们可以带,可是有些事情也该算清楚了,不然以后更没机会了。 亚兰把浩浩带去笑笑呢,让两个孩子玩,她说,浩浩,放心,不怕呀, 有外公外婆呢,乖乖和妹妹玩,外婆一会儿来陪你们。 等她出来后,她板着脸,对李文元说,既然你要再婚了,还想把两个孩子都给我们,那安安的遗产呢,是不是也该算一下? 李文元正住了,她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,在她看来,妻子去世了,那所有的东西就都应该是自己的。 此刻听岳母提出来,她脸色直接变了,可是看着岳父母的样子,她知道这个问题没办法回避了。 她只能说,爸妈,你们也知道,我和安安结婚八年,可是那时候上班不久,工资不高,之后又有了两个孩子,真的没多少共同财产。 这一刻,亚兰对李文元彻底的失望了,她冷笑着说,李文元,安安是我们的女儿,她的情况我们能不清楚吗? 你这是打算骗谁呢? 李文元尴尬地笑了笑说,妈,我说的都是真的,如果有,也就是安安的社保那点钱了。 我去找一下单据,把钱都给你们,安安公基金交得高,当时算下来差不多有四十万。 亚兰笑了说,嗯,那房子呢,你们住的那套房子,可是你和安安一起买的吧,你打算怎么分呢? 李文元不高兴了,她没想到他们竟然惦记她的房子,那她是绝对不会给的。 反正两个老的,也不可能不管两个孩子,她就和他们好到底。 她想了一下,笑着说,爸妈,你们也知道我工资低,一个月也就八千块,还没妈的退休金高,那个房子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了。 再说,我现在要结婚,没房子谁愿意嫁给我呀?你们二老也要替我考虑一下吧。 亚兰说,既然房子是你和安安买的,那我和他爸,浩浩,笑笑都有份,你看是把钱折算给我们,还是你直接把房子给两个孩子,我们也不要我们的那个份额,就当是给安安后,现在留给孩子的。 亚兰苦口婆心地说,文远,你还年轻,婚后肯定会再有孩子,而且你是成年人,有稳定的工作,可是浩浩和笑笑太小了,他们更需要保障,他们是你和安安的孩子,你是他们的爸爸,要多替他们着想啊。 李文远脸色变了,那个房子确实是他和安安买的,当时安安拿了五十万的首付款,还是他爸妈给的,这点他们肯定记得,后来虽然是他还房贷,可是那也是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。 亚兰看着他说,文远,如果你把房子给两个孩子,再给我们五十万,以后两个孩子就由我们负责,你也不用再给生活费,就当两个孩子是安安的,和你再没有关系,你再婚后过你自己的生活。 李文远犹豫了,他是不想要这两个孩子,可是他也不想放弃自己的房子。 他只能说,妈,我知道你的意思了,那浩浩先放你们这,我回去好好考虑一下,想好了再找你们。 赵启晨声说,李文远,在你再婚之前,这件事必须有个了断,不然我们也会采取法律手段。 李文远黑着脸走了,都没有和两个孩子打招呼。 赵启也很生气,他没想到李文远会这么绝情,自己的孩子,什么都不舍得,只一心为自己考虑,真是不配当个父亲。 亚兰说,老赵啊,我看李文远的样子,房子不会给,你打算怎么办? 赵启有点难过地说,哎,就是可怜了两个孩子,俗话说有了后妈,就有后爹,只有我们为两个孩子考虑了。 想了一会儿,他说,亚兰,我有个学生家长,是律师,我明天就找找他,让他帮忙给看看,我们能为孩子争取到多少,不然空口白牙的不好说,再说以我们心软的性子,我们吃亏不要紧,可是孩子怎么办? 亚兰点了点头,难过地说,老赵,你说如果安安还在,该有多好啊? 他还没说完,忍不住哭了起来,自从女儿去世后,因为要照顾刚生下来的笑笑,还有经常送来的浩浩,他都没有时间哭,现在想起来,就再也忍不住了。 老赵也哭了,他们就一个女儿,白发人送黑发人,这种是新的痛,让他的心一咎一咎的。 浩浩和笑笑听见哭声,跑出来抱住亚兰,也跟着放声痛哭,一时间房间里都是哭声,有孩子大声地哭,有老人压抑地哭,此时此刻只有眼泪,才能祭奠那个早逝的生命。 哭了好一会,老赵擦了擦眼睛说,亚兰啊,不能哭了,不然心脏受不了,我们不替自己想,也要为两个孩子着想啊,你听,笑笑哭的嗓子都要哑了。 亚兰逼着自己不哭了,和老赵一人一个哄着孩子。 李文元回到家里,气得一脚踹翻了垃圾桶,他怎么也没想到,他们都那么老了,自己还有那么高的退休金,怎么就想着惦记他的东西,真是太过分了。 他看着这个房子,标准的大三居,当时买的时候还算便宜,可是这几年,根据市区规划,成了市里的商业中心,房价翻了两倍,这么好的房子,想让他放弃,纯粹是做梦。 他气得一个人,坐在那里喝酒,想着自己就是傻,怎么没让安安快不行的时候,留下一份遗嘱呢,他想安安那么爱他,肯定会把自己的财产都留给他。 正在这时候,惠惠的视频来了,看见他一个人喝闷酒,很不赞同地说,文元,我们都要结婚了,我爸妈说了,让我们婚后赶紧要孩子,你怎么还喝酒啊? 李文元其实没什么酒量,这时候已经有点晕乎了,他说,惠惠,我把浩浩给他们送过去了,可是他们竟然想要我的房子,你说他们是不是太过分了? 惠惠,我就是个普通人,我爸妈还身体不好,我现在就只有这套房子,可是如果不给他们房子,他们肯定不愿意接管孩子,真是烦死人了。 惠惠听了后,突然笑了说,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,不就是一套房子,给他们救世了呀。 我爸妈说了,我们结婚的时候,送我们一套二百坪的大坪层,不比你现在住的房子好啊。 李文元大着舌头说,惠惠,惠惠,我知道你家条件好,可是那都是你的婚前财产,你比我年轻,比我有钱,万一哪天你不要我了,我可就什么都没有了。 惠惠说,怎么可能? 我这么爱你,你放心吧,只要你把两个孩子都给他们,以后也不用再管孩子,条件随便他们提,如果你没钱,这钱我来出。 李文元黑黑地笑了说,惠惠,惠惠,你说的是真的,不骗我。 惠惠严肃地说,文元,既然我认定了你,那就不会放弃。 不过你必须和我保证,以后不再和以前的生活有牵连,包括你的两个孩子。 李文元说,嗯,我保证,我以后只对你好,还有我们的孩子。 挂了电话,李文元忍不住哈哈大笑,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,他发现刚才喝酒上头的感觉,一点都没有了,他变得无比的清醒。 他站起来在房子里到处走了走,想着看来是要放弃这套房子了,不过给两个孩子也好,毕竟是自己的孩子,以后长大了,知道他把房子留给了他们,肯定会对他好的。 他忍不住哈哈大笑,觉得真是个绝妙的好主意。 钱雅兰带着两个孩子在院子里玩,他发现浩浩比原来变了好多,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。 比笑笑乖,让他看着一阵心酸。 他知道这是孩子没有安全感了,肯定是怕他们也不要他吧。 可是这种事,说是没有用的,只能对他多关心点了。 看了下时间,雅兰笑着说,浩浩,笑笑,我们去买菜了。 浩浩牵着笑笑走过来。 雅兰说,浩浩晚上想吃什么呀,外婆给你做。 浩浩笑着说,外婆做的,我都爱吃。 笑笑拍遮手说,外婆,外婆,笑笑要吃肉肉,吃肉肉。 雅兰爱恋地摸了摸浩浩的头说,好,吃肉肉。 外婆知道浩浩爱吃大虾,外婆给浩浩做大虾。 浩浩的眼睛一下子亮了,笑容都变得真了很多。 其实,人不管大小,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。 而孩子更加明显,只不过很多时候,被忽略罢了。 浩浩原来上的幼儿园离得太远了,现在转学又不划算,只能雅兰每天自己教她,笑笑也跟在身边。 她想着等假期了,自己去学个驾照,然后买个十万左右的车,到时候送孩子上学,带孩子出去玩都方便。 如今看来,以后两个孩子就是她和老伴的责任了。 哎,想起这些事,亚兰就很惆怅,他们这个岁数,也不知道能不能活到两个孩子成年了。 晚上吃完饭,亚兰对老伴说,老赵啊,我们都要六十岁了,可是浩浩才六岁,笑笑三岁,为了两个孩子,我们要好好锻炼身体,每年定期体检了,不然如果我们都不在了。 这两个孩子可怎么办?老赵点了点头说,嗯,听你的,以后每天早上我们也打打太极,我们不是学过吗?后来太忙了,就给撂下了,现在也该拾起来了。 说完她又严肃地说,亚兰啊,我已经咨询过那位学生家长了,她说那个房子,我们给孩子争取到的几率很大,如果李文元再不给个回复,我就请这个家长当我们的代理律师。 亚兰,我们必须给孩子多争取点,以后就没有机会了,我们呢,也多存点钱,给两个孩子多倍点。 亚兰也点头道,嗯,我知道的,不过我还是要去学个驾照,我们得买个车,接送两个孩子上学,假期带他们去玩,我们要让他们快乐地长大。 老赵说,嗯,可以,这个钱是必须花的。 他们在商量这个事,而李文元也在纠结,虽然卉卉说了,他们结婚有新的婚房,可是他还是舍不得放弃这套房子。 不过他也找律师问了,如果他要这套房子,那要给一大笔钱,差不多得三百万,毕竟那边有四个人,他根本拿不出这笔钱,除非他要两个孩子, 那加上孩子的份额,他得到房子肯定没问题,可这也不行啊,他要了孩子,就没法再婚了。 李文元翻来覆去地想,也没有更好的办法,哎,如果爸爸没病,把孩子交给他们,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。 卉卉对他的迟疑很不高兴,直接说,文元,你是不是舍不得你的两个孩子? 还是你对前妻还有感情?要是这样,那我们就分手。 李文元紧张地说,卉卉,没有,我就是舍不得这套房子,毕竟这是我买的第一套房子。 说完他还笑了一下说,我可不像你,房子好几套,你可能不理解我对房子的感情。 卉卉说,文元,你放心,我们结婚后,我的房子就是你的房子,我是真心喜欢你,想和你过一辈子。 文元,说实话,如果不是喜欢,我这个条件是不可能和你在一起的,但是我也是个普通人,我真的没信心和你的孩子一起生活,希望你也能理解。 李文元,看着卉卉深情的样子说,卉卉,我知道了,我把房子给两个孩子,房贷已经还清,可以直接过户给孩子了。 我再给他们五十万,以后也不用再给抚养费。 卉卉满意地点了点头说,那你尽快吧。 对了,这个周末,我们去看房子,二百二十五平的大平层,特别好,我已经看过一次了,你肯定会喜欢的。 亚兰和老赵正在带着两个孩子打太极,李文元来了。 李文元说,爸妈,你们怎么还带着他们打这个? 他们会吗? 老赵看了他一眼,面无表情地说,小孩子学得快,让他们跟着锻炼身体。 几个人回到家,李文元直接说,爸妈,我想好了,那套房子给浩浩和笑笑,然后再给你们五十万,以后两个孩子就拜托你们了。 老赵点了点头说,嗯,行吧,你看什么时候方便,我找律师写好相关的文件,然后走过户手续,免得以后有麻烦。 李文元没想到老赵还找了律师,不过他觉得这样也好,几个人约好了时间。 等相关的手续都办好了,亚兰办了一张卡,把五十万存成了定期。 他已经学了驾照,买了一辆十万零五千八百的车,他带着老赵和两个孩子去了他们的房子。 李文元早搬走了,家里冷清清的,浩浩跑到自己的房间,看着他和妈妈的照片,抱了出来,对笑笑说,这是妈妈。 亚兰听见后,走过来看着照片中,女儿抱着浩浩,笑得很开怀。 笑笑摸着照片,一声声地喊着妈妈,妈妈,笑笑都没有见过的妈妈,亚兰忍不住了,祖孙三个抱在一起放声大哭,而老赵也坐在一边压抑地哭着。 女儿安安是他们唯一的孩子,从小就很优秀,毕业后考的公务员。 可是在生安安的时候,除了意外,只是艰难地抱了一下孩子,拥抱了一下浩浩,艰难地说,爸妈,两个孩子拜托你们了。 当时亚兰真的要崩溃了,她怎么都没有想到,女儿生个孩子竟然要了命,可是笑笑哭了,浩浩更是放声大哭,她没有时间让自己悲伤,转眼已经过了三年。 亚兰想着,其实女儿走之前就明白,李文元是靠不住的,孩子只能拜托他们了。 是啊,这个男人怎么可能靠得住呢? 把孩子给了亚兰他们后,他已经结婚了,新婚妻子年轻,漂亮,家里更是有钱,他比以前过得更好了。 等老赵和亚兰平静下来,带着两个孩子开始收拾东西,主要是安安的照片等物品。 然后,他们打算把房子租出去,毕竟多一笔收入。 他们已经打听了,这个房子的房租最少也有一万,除了家用,还能存下一笔钱,以后都是两个孩子的。 在同事们跳舞,旅游,学自己喜欢的东西,享受退休生活的时候,亚兰和老赵却又开始带孩子,再次经历一遍当父母的辛苦。 不过孩子是最美好的天使,他们的笑,温暖着亚兰和老赵的心,让他们因为失去女儿而干涸的心,又孤孤地冒出了暖暖的心拳。 他们抚养孩子,孩子陪伴他们,这就是他们此时最好的生活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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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